之前您学过 碰撞可以分为弹性碰撞和非弹性碰撞 在弹性碰撞的过程中 机械能守航 但在非弹性碰撞中就不守航了 因为物体会发生形变 或者发热发声等等 那就会使部分机械能 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 所以碰撞前后系统的机械能不守航 不过动量是守航的 然后再来说形变 如果两物体撞在一起 形变最大 那此时他俩一定共速 也就是速度相同 下一刻如果谁的弹性势能 可以转化为动能 那物体的速度就不一样了 但如果碰撞后 二者的速度相同 粘在一起 就说明在碰撞过程中 没有形变的恢复过程 说白了 就是这部分机械能全被够吃了 损失最大 咱把这类碰撞称为 完全非弹性碰撞 是坑货中的坑货 不爱在表现 主要是碰撞后 物体粘在一起 共速 并且系统的动能 损失最大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两球碰撞后 粘在一起 或者子弹打击木块 最后卡在里面 没穿出来 都属于完全 非弹性碰撞 那么问题来了 完全非弹性碰撞 会损失多少机械能 或者说动能呢 咱不妨算一算 那俩大小相同的球 A B 质量分别为M1M2 速度分别是V1和V2 其中V2大一些 也就是B球会追上A球 如果他俩发生了 完全非弹性碰撞 结束后 两球粘在一起 速度是V 那咱能算出啥呢 首先动量是手横的 那碰撞前 动量是M1V1加M2V2 碰撞后呢 俩粘在一起的小球 可以看作一个整体 质量是M1加M2 速度是V 乘起来 填上等号就行了 然后就是机器能的损失了 主要表现为动能损失 碰撞前 系统的动能 是俩球的动能核 但碰撞后 俩球组成的整体 质量是M1加M2 再成像1分之1和速度V方 就得到碰撞后 系统的动能了 用碰撞前的去减它 就能救出损失的动能了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咱认识了完全非弹性碰撞 它意味着碰撞后 物体粘在一起 共速 并且系统动能损失最大 在这个过程中 根据动量守航 咱能得到这个式子 再根据系统动能的损失 得到这个式子 他俩在计算中很有用 但以后再具体分析 这视频就先讲到这儿 现在你快刷题去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